今早的ET国股推介 是推介大家留意中电信728 减选原因是美国10年期债息突破1.6厘 美国3月将加息的机会率持续上升 不加息通胀等因素 资金流入多个高息板块 好像是内银、本地银行、公用股等等 近日都是跑赢大市 不优质高息股可以留意中国电信 综合彭博的预测 中电信2021-2023年 每股派息复合年增长率大约是31.2% 2021-2023年预测股息率分别是8厘、9厘和10.5厘 中电信昨天收报2.71厘升了4.6% 策略上建议在2.65厘附近收集 目标是上网3.2 跌穿2.45厘就要止蚀